郡翰领先对手0.02秒 那个夺牌的影片值得一看再看 那恭喜你你真的做到了 我觉得你那个动作很帅 世大运闭幕隔天 总统蔡英文接见世大运的选手和教练团 笑得合不拢嘴 不断点名鼓励台湾选手 还幽默开启选手玩笑 我看你现在不能再叫蔡奇亚凯 你现在应该叫金牌凯 蔡英文不断提到 选手优秀表现团结台湾 同时也鼓励背后辛苦的教练团 不过最重要的是蔡英文现场公布四项体育力多 第一是刚在立法院三读通过的国民体育法 蔡总统宣示单项体育协会将会更透明公正 而前瞻预算未来四年会编列100亿支持体育发展 明年的运动发展基金也增编5.8亿元 投入体育训练和补助 更承诺四年内体育经费会倍数增加 我们的国民体育法修正案 毕竟的千辛万苦 终于在立法院三读通过了 这只是开始 也是政府对体育改革的决心的展现 那么针对这一次的修法 我也要跟各位说一声谢谢 你们在运动场上的奋斗的精神 是修法最大的助力 你们在场上坚持到底 我们体育改革也要大步的迈进 因为不改就对不起你们 那么协会 各项体育协会的存在 是为了帮助我们的选手 不是为了要垄断资源 不能好好照顾选手的协会 我们就要改革它